嘿 吃不胖的小羽妈来咯 有多久没有吃爆香蛋糕了 我们今天来做上一层发财爆香蛋糕吧 四层的哟 从最底层用一个什么颜色呢 我今天悄悄的准备了一个美丽的颜色 据说香蕴子在最底下是很美的 看到了没有 我这里隔着的这个袋子我都用的紫色 先揉一揉 差点这个紫色就喷出来了 它在这里 哇 哇 这个紫色 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 有种那种 那个叫什么 那个忘记那个名字了 有的时候想起来一个名字 就是说不上来的时候就好着急 我的母校里的校园里 全是这种紫色的画画 一下子想不起来叫什么了 紫色有一种葡萄的味道 怪不得这个紫色奶油这么新的 原来是水果葡萄的味道 那我们这一层用个什么颜色呢 让我看看啊 这一层我们用个绿色 好不好啦 我上一个蛋糕 我刚刚留了半袋绿 我看看在这里够不够啊 是那种下手没啥准的人 好像我昨天弄蛋糕 哎呦 就是为今天而准备的奶油 我今天这个绿色我没有重新打 从冰箱里拿出来的 是昨天留下来的 这个绿色是一个海苔味的奶油耶 那我们上边放个什么色呢 嗯 放一个红色 三颜色的嘛 要挨在一起的嘛 什么啦 来我们这里放一个红色 哇 看这个红色 哇 这个红色看到了真的就是透心良心飞扬的感觉 真的还有那种夏天的大西瓜的感觉 宝贝们 你们要不要也吃西瓜 就是少上一点黑紫子是不是 少了一点点的黑紫子 放不下了 放不下了 这边能不能挤进去点 进去了 都放在这里吧 一会儿奶油多的话 吃上去还更甜一点 吃上去还更甜一点 哇 这个颜色被我弄了 简直太亮了吧 上面我们今天来一个不一样的 来个吉祥色 吉祥的亮黄 亮黄 好不啦 我们浇上去 哇 看 果然 我没框你们吧 黄色是不是差好看 我跟你说 你们有没有发现 去翻看我往期的作品 我的每一期爆浆蛋糕 基本上都有黄色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黄色很是明亮 就像灯一样 照亮你们的心 宝贝们 记得关注我 下个视频 我们一起来爆开 吃吧 很美的哟